把硬體接好之後現在來做軟體 那麼首先你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這些都是一個目錄 原則上呢您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 從變數流程基本功能 這是Blockley本身每一個版本都有的 每一個版本都有的 那你往下進階功能以下的 這就是Webduno這個硬體 它專屬的 好就專屬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左手邊有一個開發板 它每一個都是一個目錄 那進去之後點一下就有看到這些積木程式 就有這些積木程式可以用 首先我們先找一個開發板 原則上我們都是硬體先處理完 所以呢你先找到這裡有開發板 按一下就可以丟出來 按一下就可以丟出來 我先把右手邊先收起來 這樣你看得比較清楚 好這樣有沒有 那萬一這個積木你弄錯 你可以丟到左手邊 好也可以按下鍵盤上Delique 如果你堅持一定要看到垃圾桶打開的話 你可以用到右下角 這樣垃圾桶會打開 可以嗎 好所以看你 好那我們現在有一個開發板了 然後呢我還是還有一個LED燈 所以我在找LED燈這個類別 只要是那個類別 就是那個原件或感測器的類別 裡面所有積木都在這邊 就是跟它相關的 那你看到上面有沒有一個 它的腳位的 你就可以把它丟出來 放在它的開發板裡面 但是重點是我現在的腳位 是不是寫在10 預設這個是不是0 就不行喔 跟插座一樣齁 你要插隊 所以你的腳位要跟它一樣 這樣子我們的積木 就可以跟我們的這個硬體 結合 好結合 那等一下怎麼控制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 我讓它閃爍一下好不好 因為LED燈 剛剛講的 同一個類別裡面 控制的積木都在裡面 有沒有一個閃爍 我就把它拉出來 放到它的這個開發板 這個積木裡面 那怎麼執行呢 您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像 YouTuber一樣的執行程式 按鈕 就在這邊 所以你把它Play一下吧 有沒有這樣就會亮了 這樣就可以模擬了不是嗎 這樣就好了 所以如果 你今天晚上 回家手癢 也可以這樣玩一下 這樣 有沒有OK 可以齁 那如果我想要讓 真的 連起來 控制 真的燈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在這邊 我改變一下齁 我改用Wi-Fi 可以嗎 然後 呼叫一下我的裝置名稱 好的 有嗎 沒有 這樣有亮嗎 蛤 哪裡亮 哪裡亮 你不要這樣子 一定要轉過去才能看到 就這樣啊 這樣不能控制燈嗎 為什麼不行 這樣會太快嗎 就 就設三個 就好啦 這樣有簡單吧 對不對 那 我 因為我的腳位 跟他一樣是設成10 嘛 所以我只是透過Wi-Fi 那這邊我並沒有接到電腦 我只是 接電源而已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常用的方式 其實家電裡面 常常都要這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所謂的智慧家電 電源當然不會是 插在你的 那個什麼 開發板上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透過Wi-Fi 其實你就可以像這樣做 做蠻多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 如果你想控制我的 你就把這個地方 換成Wi-Fi 已經有人在用了 你看 我沒說完就有人來 哈哈哈 你就把我的這個裝置的名稱 就可以連過來了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啊這樣到底是誰在控制 哈哈哈 因為那麼多人就在量啊 那到底是誰在量啊 對吧 齁 你覺得 是 最後會是誰在控制咧 你覺得現在到底是誰在控制 不知道 最後一個來的人 為什麼 因為 假設我是第一個來的 那 有第二個同學進來 那麼 因為他是最後下一個命令的嘛 所以他就聽他的 那我 他就不聽我的 好 就不聽我的 但是我們等一下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要 多個人能夠同時控制他 因為我們講過 WebDuno不是可以多人控制嗎 哈哈哈 就可以 就可以怎樣 透過後面這邊來做 好 後面這邊來做 這個我們後面會介紹到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那 這個寫完的程式如何 他就不用Wi-Fi去連線握 有啦 我有用Wi-Fi 我不是跟你講 我有這個嗎 哈哈 我有用這個啊 你看 這位同學就很狠 有沒有 因為他的秒數是很短 哈哈 所以有一個 今天 好 好 那 你現在看到就是 為什麼現場這個會通 因為我有加一個Wi-Fi的 無線分享器 他是連到這邊出去的 是同一個區 對 所以 有啦 我有準備 那你看 他寫完的程式 交替詞語有沒有在這裡 對不對 就是交替詞語 那當然這樣還不夠 所以呢 你如果假設 你會寫程式的話 沒有關係 你盡量玩啊 哈哈哈 這種時候都是 玩別人的真比較好玩 哈哈哈 假設你是會自己寫網頁 認識HTML語法的 你可以按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 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 打開程式編輯 你就會看到 他 把剛剛的這個 HTML CSS 跟920都做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拿去用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這樣好玩吧 沒有關係 你盡量玩 那麼 我們剛剛玩這樣 是不是自動的 好 自動的 對了 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程式有變 你要從右上角這個停止 再執行一次 我們講過嘛 Webduno沒有寫入的動作啊 對不對 他只是程式重新執行就好 但是你有改過 所以要停止再執行一次 好 那剛剛玩的是什麼 是屬於 執行程式就直接執行了 那如果要玩互動 行不行 可以 你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模擬器 是這個 你看他旁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他旁邊 有一個燒杯 有沒有 模擬器的那個圖 那個房子的左邊 有一個燒杯 這叫網頁互動區 所以你可以這裡把它按一下打開 它會跳出另外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拉到旁邊來 把它拉到旁邊來 或者拉到這一邊 不行 沒有空間 來這裡 那這個呢 網頁互動區 也是Webduno 比較好玩的地方 因為Webduno 其實比較厲害的 好玩的就是在他 有很多的互動的方法 互動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打開 有沒有一堆互動的方式 比如說我就把它 先換到點擊燈泡 好點擊燈泡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一下左手邊 你會發現我們在這裡 網頁互動區 用哪裡的積目控制 用左下角這個 網頁互動區的積目 來控制它 控制什麼 好控制這個區塊 這樣了解嗎 上面的 這是控制真正的硬體 這裡的 就是控制我們網頁上呈現的 比如說 我現在希望做一件事情 我按一下這個燈泡 我的燈就亮 這樣合理吧 你看我們在家 家裡面的教室 有沒有那種燈就是 沒有打開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燈 橘燈亮著 那你按下去之後 橘燈就熄滅 然後真正燈打開 那這個就跟那個道理一樣 這就好像那個橘燈一樣 你今天如果我按了 那你有亮 可是這裡沒有亮 你是不是覺得怪怪的 所以如果說兩個都有同步亮 同步按 這樣你是會覺得比較一致 所以呢 我要更換的就有兩個 真正的燈要亮 這個燈要換成會亮的那個燈泡的圖 這樣了解它的概念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剛剛這個我就丟掉了 你就按著丟到旁邊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丟掉了 好 那我就來找這個地方 點擊燈泡 好 你看到有一個點擊燈泡的直行 對不對 把它拉出來 我放在這裡 好 放在這邊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 我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 真正的燈要亮 第二個 這個圖要換 所以我告訴他 LED燈 這我放旁邊 LED燈有沒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也就是我這種是雙向開關嘛 我按一下就打開 按一下就關掉 另外 燈泡這邊 跟燈泡有關的 要點下面的 有沒有一個狀態切換 我會把它丟進來 這樣就好了 你看舊人已經完成了 舊人在玩了 所以我現在按下這個燈 有沒有我這裡就亮了 這邊就亮了 模擬器也亮了 按一下 欸 因為剛 喔好 我想說有剛用的 你看又有人來玩了 欸 有人來玩的時候 我點了這個會不會再亮 不會亮的 你有沒有發現 欸 還有亮喔 這樣沒有理我啊 所以如果啦 你要多個人玩的話 有個地方可以勾起來 在這邊 我先把它停止一下 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協同控制 我要把它勾起來 不過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喔 有改變程式 要不要重新執行一次 要喔 你不要想要改過 然後就直接用 沒有用喔 好 我這裡就打開 重新執行 這樣子 它有在控制 可是我也可以控制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你看 都有同學會自動demo 你看我給你自有多好 哈哈哈哈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玩玩看 好不好 欸 欸我一直都覺得很奇怪 玩變的都比較好玩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好 喔 好 喔 太噁心喔 很棒 好 我